他馬上又要站起來了,不是嗎? 請趕快入席,好不好? 你說開始再開始 陸委會這邊列席人員 我覺得這是最起碼對這個委員會的尊重 好,謝謝 來,高原休息一下好了 你動作快,好不好?這邊列席人員 這個,第一位是哪位? 休息不可以選擇 高原,這是文教處處長 有沒有要問他? 來了 來了 不是 不是 他是秘書處處長 他是秘書處處長 可以喔 好,我們開始開會 請高精委員質詢 好,謝謝 有請王主委 請王主委 委員好 主委您辛苦了 昨天是這個,在大院裡面呢 受了這個震撼教育 然後呢,緊接著今天又來我們的委員會裡面 我們內政委員會喔 很少喔 七點半喔 所有的委員就等在這邊 然後,開始這個要登記發言 可見您是非常搶手跟熱門喔 我想,呃,剛剛在 雖然沒有在現場 但是本席在辦公室 也聆聽了非常多委員 對您的這個質詢 呃,本席現在呢 其實呢,剛開始 對您還有多方面的質疑 可是後來這幾天 我突然想一想啊 又看到這幾天的報紙 對於釣魚台的問題啊 兩岸之間的問題 我突然覺得 有一點點我的想法改觀了 尤其您接著的這個位置喔 那,本席要說的是 從2008年喔 呃,本席做了非常多 兩岸互助的工作 比如說,災難的互助啊 八八風災的時候啊 大陸啊 就捐款了兩千萬人民幣 然後要給這個原住民的災區 然後做急難救助 然後呢,我們這個 呃,海協會呢 呃,跟海際會呢 也呃,專門的 專款給了原住民三個鄉 作為基礎建設 那個還有就是 所謂的教育的互助 呃,在 呃,我的牽引之下呢 呃,大陸那邊有非常多的企業 包括這個 當時的北京市長 郭金龍市長 來台灣捐贈的原住民鄉的 七個鄉的巴士 然後接受我們的小孩救學 老人的救醫等等 這幾年當中 本習知道的是 不僅僅是本習啦 還有非常多的民間的團體 其實在做的是 基層的兩岸互助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個工作 那個 包括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台灣也捐了大概 七十億的台幣 將近七十億的台幣 到了四川去 那本習自己也任养了 二十個強處的孩子 所以也就是說 呃,本習看到的是 兩岸的這個民間也好 或者是立法委員 自己個人做的一些交流也好 都充分的顯示了 就是兩岸的互助 新手相連 本習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啦 主委您認為呢 非常同意委員的看法 嗯 好 就是兩岸互助 新手相連嘛 是嗎 非常同意 同意 我們一定要增加更多的交流 那委員剛剛所支持的那些活動 我們都會非常重視 好 那個最近呢 本習又看到了 有關這個所謂 這個兩岸互助的案例哈 也就是釣魚台的事情啦 台灣這一方面一直講 一直強調的是漁權 那大陸方面呢 講案的是互主權 本習認為兩岸分際合集啊 太好了 主委您認為 呃,因為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的屬島 所以我們堅持認為 這是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之內 那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馬總統之所以提出東海和平倡議 你是覺得既然主權的問題 在短時間之內 不易獲得解決 所以大家能不能一起 共同擱置爭議 然後一起來開發這個東海 釣魚台海域的資源 這其中包括天然資源啦 那也可以做海洋科學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急難救助等等的一些做法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共同擱置爭議的話 對於這個地區的和平跟穩定 還是會有幫助的 本習是給你高度的肯定啦 當然您今天在這邊一席的談話呢 呃 就是如您所說的 您要精準的表達馬總統 對於兩岸之間的這個 這個闡述哈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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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我們的前總統說 釣魚台不是我們的 啊 然後呢 我們看到呢 呃 呃 好像也沒有多大的踏伐 本習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對於這件事情 呃 曾經質詢過我們的內政部長 我認為呢 內政部沒有做一個公開的說明 其實是非常不妥的啊 那麼 但是呢我最近想一想 又看到了 這個這個兩岸的這個 這個這個方面啊 我們的馬總統不談不談主權 只談魚權 可是呢大陸方面談的是主權 所以我覺得啊 某些方面啊 本習啊 給予啊 我們這一次在這個所謂釣魚台方面啊 兩岸新手相連啊 互助啊 分境合集啊 這樣子一個作為真的是非常的高度肯定的啊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們我們兩岸不會在保釣問題上合作 但是 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釣魚台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好這個毫無疑問 好啦您不用解釋啦 其實呢本習在這邊要說明的就是 有很多的事情啊 能做不能說 本習都了解 所以呢您今天呢 站在陸委會主委的這個這個位置上面啊 把我們的這個前主委給換下來啊 本習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事實上呢在很多方面呢 我們的前主委在這邊啊 每一次不管是我們的民間的台商也好 或者是兩岸之間的交流也好 大家對於馬總統對於兩岸的東西打了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為什麼問號呢 馬英九的意志是這樣 但是呢陸委會 陸委會做的卻不是如此 所以今天把我們的賴前主委換下來 換上您喔 的議席說法喔 就是包括我們的金普聰先生啊 說的就是說 您會精準的表達馬總統 也就是中華民國對於兩岸之間的這樣子的一個 合作也好 分進合集也好 或者是對於整個國境形勢上的 外交上的困境也好 就譬如說本習認為 EGFA就非常好啊 要簽的EGFA之前 你有非常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現在大家沒有意見啦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EGFA代表的就是兩岸之間的經貿問題 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 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 當我們談到 要跟國際談釣魚台的主權問題 或者是 東海和平倡議的問題 或者是台日共同開發問題 其實 等外交的 或者是有一點點政治敏感度的 其實就是應付美國人嘛 所以 所以 那個 主委啊 您別擔心 北溪在這裡給你拍拍手 不管呢 您對外 對於台灣之間的談論 兩岸之間的談論 我都跟你拍拍手 因為 有非常多的事情是 能做不能說的問題 包括委員我還是需要說明一下 這個賴主委跟我 我們都是執行馬政府的兩岸政策 所以我們的這個執行的政策是一貫的 其實呢 我們兩岸簽訂的EGFA 就是拋棄國際 國際形勢嘛 讓我們兩岸的人民自己來 決定我們的經貿關係嘛 是不是 事實上 EGFA 您剛剛有幾位委員就叫說 好像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產生很大的效能 據本席知道 了解喔 你們在開內部會議的時候啊 陸委會一直在喊煞車 然後呢 造就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經濟部也好 其他部會要頭痛啊 因為我們本來是要造就兩岸經貿關係 然後提升這個 臺灣人民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可是有非常多的細節 其實是不准的 所以您在任內 應該會大力的來 來來鬆綁吧 呃 我們會依照這個情勢的發展 好 然後我們會 往這個經貿方面 好 這個往這個法規政策 鬆綁的方向做 但是我們會兼顧 國家安全的考量 嗯嗯 好 其實呢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兩岸的問題喔 有非常多的煙幕彈 尤其啊 今天我看了一篇報導 日本的朝日新聞啊 我們都知道朝日新聞 它是非常右派的 他今天在他的整個新聞上面解密了 是美國方面解密 就是釣魚台之間的 釣魚台的問題 釣魚台的問題好像是 當時的基辛吉說 管理權是給日本 但是主權並沒有 您看這個看法如何 呃 釣魚台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主權屬於中華民國 這個是沒有疑問的 嗯 我們有很多歷史的文件 都證明了 釣魚台其實從明朝清朝開始 事實上就是跟我們 呃 有很多的往來 其實從來沒有屬於日本 那日本後來其實是一種 竊戰的行為 嗯 所以我們不承認他們 我們認為釣魚台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嗯 然後呢 所以 所以對於主權上 我們非常堅定的 好我們非常堅定的好會堅守我們的主權 在釣魚台的議題上 嗯 那但是在資源的合作開發共享方面 我們可以 可以 大家一起三方 對 共同擱置爭議 對 然後共同來分享開發資源 這個就是本席要說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兩岸對於釣魚台也好 對於這個所謂的東海油田的利益也好 台灣的人民應該都應該享有 我覺得這很好啊 就比照那個 EGFA的模式嘛 共同開發嘛 然後這是對兩岸人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嘛 是嗎 所以那個主委啊 如果三方 如果三方能夠同時擱置爭議的話 這應該對這個東亞地區的和平發的這個穩定 應該是有很大 為什麼要三方 日本是竊戰國徒他為什麼要 他在歷史的爭議上面從來也沒有道歉過啊 因為他現在實質上他對那個地區 好啦懂啦 主委您別說了 我剛才我剛還是要強調能做不能說 所以呢本席呢還是給你高度的肯定 您在這裡這個位置呢 盡量的放煙幕彈 怎麼放煙幕彈都無所謂 只要對台灣的人民好啊 我都覺得就是對的 放手去做好不好 我們所有的考量都會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方式來說 有很多的事情本席在強調能做不能說 都理解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人民的 不管是漁民的權利也好 人民的經濟發展也好 這一定要做 持續的去做好不好 謝謝 我們有請這個 呃 董事長 林中生董事長 請林董事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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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認為您的薪水給您是應該的啦 謝謝 但是對於兩岸的這個問題啊 我希望您夠再加倍努力啊 剛剛坐在您後面的這位我們那個高孔蓮副董事長啊 我相信心裡面有一點點的酸楚啊 兩岸的問題做得這麼的辛苦啊 而且呢您在這個位置上也蠻長一段時間啊 居然有一個空降不懂兩岸的問題啊 就這個站在您的前面啊 所以是不是 呃呃 董事長 林董事長 我想請問一下啊 您新任這個位置啊 您覺得您跟我們的前董事長江董事長啊 你們兩個的長項不同的是在什麼地方 是 我想這個江董事長他在四年多的貢獻跟成就啊 那麼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想大家給他高度肯定 我也非常敬揚 他是我的老長官也是我的學長啊 那麼我這個也向他請益過兩遍 那麼他不但請益過 而且他也隨時都給我電話很多提醒 我非常感謝啊 那麼這個我想 未來我一定會在他已經奠定了 非常好的基礎之上 尤其是高副董事長也願意 那麼留下來大家攜手通心 共同打拼啊 我們會有信心 將來在我們整個原來既有良好 我說你的優點是在哪裡 那我本身呢 大概是在我們的行政方面的歷練啊 嗯 那跨部會我當過行政秘書長 當過黨部秘書長 不管是基層民意的 那麼這個體會 跟我們整個這個過部會 政策的這個方向啊 那以及我們啊 這個兩岸政策方面 所以您的意思說 理解 因為您做過行政官嘛 所以您的意思說 您做到這個位置 未來啊 您跟幾個跨部會的協調啊 是暢通無阻沒有問題的 是你一定沒有問題 好 國部會都給我很多的支持 我們就等待著看你的成績 一定會全力以赴 謝謝